亲爱的弟兄姐妹 大家平安 我们一起来灵修 神的话语记载在历代之下第31章 我要从第二节来读 一直读到九节 西西家派定济世立为人的班次 个安其职 献凡祭和平安祭 又在耶和华殿门内侍奉 称颂耶和华 网友从自己的产业中定出份来为凡祭 就是早晚的凡祭和安息日 月术并节节的凡祭 都是按耶和华律法上所记载的 又吩咐耶路撒冷的百姓 将祭司立为人所应得的分给他们 使他们专心遵守耶和华的律法 玉子一出 以色列人就把出售的五股新酒 油蜜和田地的出产多多送来 又把各物的十分之一送来的积多 驻犹大各城的以色列人和犹大人也将 牛羊的十分之一并分别为圣归耶和华 他们上帝之物 就是十分取一之物 尽多送来 击成堆垒 从三月几起到七月才完 西西家和众说明来 看见堆垒就称赏耶和华 又为耶和华的名以色列人祝福 西西家向祭司立为人查问这堆垒 撒都家的大祭司亚撒利亚回答说 自从名将贡物送到耶和华殿以来 我们不但赐宝且剩下的甚多 因为耶和华赐福给他的名所剩下的才这样丰盛 这个时候西西家改革他的宗教的生活 进一步的讲到一个事情 就是十分之一的奉献 原本十分之一的奉献 绝大部分除了献祭之外 百姓的十分之一拿来 是用来供奉 供养立为之派 也就是大祭司他们 所以因此他们没有做其他的农事 他们专心侍奉耶和华 不过圣经记载四分之一 早在律法书之前就已经有了 这个很早就出现了 在亚伯拉罕的时候 他在沙拜基大佬这些猪王回来的时候 有一个撒冷王名字叫做麦基西德 他就带着饼跟酒来迎接 当时他被记载 他是至高上帝的祭司 亚伯拉罕为着敬畏上帝的缘故 他就把他所得到的十分之一 拿来给麦基西德 那个时候没有上帝规定 亚伯拉罕要遵守十分之一 没有 是亚伯拉罕本身 他自己感动 要来拿来奉献给麦基西德 第二个 也就是亚伯拉罕的孙子雅各 雅各后来他遇见他自己的兄长的时候 他又把这十分之一奉献给上帝 他曾经许愿 他说如果上帝与我同在 赐福给我 保护我 是我平平安安的回到他的父家 也就是跟他的遗扫见面 他要把十分之奉献给上帝 这个都是律法以前出现的事情 一直到摩西带领 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时候 神才在律法上规定 要把十分之一放在律力的当中 也就是把这个律力 就带给了立位自派 后来这段时间 诸王都没有 律王都没有好好遵循 祭司也没有好好侍奉耶和华 直到这个时候 习家再把这样的一个律法 重新颁布出来 并且要求百姓 必须把你出手的五谷 新酒 油蜜都拿来 这些拿来的过程当中 其中最大的部分 要来帮助这立位人 使他们能够专心 事奉耶和华 可是现在我们要把这个 十分之一的事情 带到新耶时代 这是一个奉献的态度 很多教会都特别要求 所有受习 并且加入到这个教会的 一定要遵守十分之一 事实上我在教会当中 很少很少去讲十分之一 因为太多的时候 我有种感觉 好像牧师在跟信徒的要钱一样 我不太喜欢给弟兄姐妹 有这种感受 不过在基要真理的过程当中 我会非常清楚去强调这件事情 新约圣经比较少讲到十分之一 联主耶稣本身也没有讲 太多有关十分之一的事情 不过他倒是讲一件事情 在路加福音第十八章 法利赛人遵守律法 他也捐上十分之一 主耶稣并没有说 法利赛人本身遵守律法 十分之一 他不喜欢 不是 而是说 你在遵守律法奉献的过程当中 你不可以没有公义 你不可以没有怜悯 你不可以没有信实 也就是说如果律法做这个事情 却没有怜悯公义的话 那反而是不行的事情 所以这些奉献的精神 跟旧约的精神是一样的 在这个地方 我要分享几件事情 十分之一的奉献 他的确是一个信心的功课 我不认为上帝 他会把我们所奉献的钱 他哪去用 我要问大家 他是用心台币 还是用这个法郎 还是用这个美金 不是 宰杀的羊 宰杀的牛 上帝也没有吃到 他只不过在这样一个 要求的献祭的过程当中 他看见众弟兄百姓 他们实在是愿意在神的面前献祭 看见他们的真诚 因此这个奉献本身 都是在信心的范围的当中 有几个事情 我想趁这个成根的时间 林兄和分享 第一个 我会奉献 或者我奉献十分之一 第一个 是因为我跟神之间的关系 我被他买书过去了 我不再属于我自己了 我是属于神的人 我遵守十分之一 是因为他是我的主人 第二个 奉献代表我爱上帝 他这样说 我愿意把我最好的给他 如果今天 我如果明白 我身上所有的一切 我的身体 我的聪明 我的智慧 我的家人 彼此之间的爱 以及我有这个机会 去创造这个财富 难道这不是上帝的恩典吗 这世上没有一个事情 是属于我自己的 少了一样 我随时就没有了 亲爱弟兄姐妹 我做这件事情 不是因为义务的关系 是因为证明 我爱他 第三个 我愿意十分之一 是因为他命令 马拉基书里面告诉我们说 你去尝试一下 神会不会把这样的恩典 来祝福 我是因为神这样说 我就没有任何的考虑 把十分之一奉献给他 有很多弟兄姐妹 他们对十分之一 在那边讨价还价 我在想 如果上帝知道 你在对他的奉献是讨价还价 你想他会怎么想 每一次十分之一 我建议大家 你薪水一拿到 就立刻把十分之一 先把它放在一边 等到教会奉献的时候 你就拿出去了 有的人就说 我要东扣这个西扣这个 我告诉你 全部都扣完了 你已经没有钱可以十分之一 我告诉你 顺服神的命令 不要在神的话语当中 打任何的折扣 第四个 我愿意学习一个功课 我奉献 是因为我把我看重上帝 比看重财物更加的重要 我们如果在内心的当中 财宝一直放在里面 我们的心会在那个地方 如果我把主放在里面 我的财宝就放在第二位 第三位 不要担心这个事情 财务 常常往往是考验 我们爱主的指标 没有任何比金钱 更能够考验人对上帝的心意 所以我们要学习操练 如果我们胜过这个功课的时候 有可能你可以奉献的事情 奉献可能会比十分之更多 你爱上帝更多 难道不能十分之三 十分之五吗 我看见许多爱主的人 他们奉献几乎是超乎十分之以上 而神大大的祝福他 重用他 愿上帝祝福你 在这个奉献上 超越学习 用信心来学习这个功课 阿们